针对防疫指挥中心5月17号下午宣布金融新增的六例本土确诊病例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初步疫调结果大多与台北市万华有关 至于确诊者足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后再公布 第一个是案1824 1824是50多岁的男性 那他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待在家中 那是在5月11号的2点左右 只有他跟三名的友人到万华的美金茶室去消费 所以跟这个万华的群聚案件有关 另外一个是1825案 他是1217案的姐姐 那这个也是跟万华群聚案有关 那他的接触者跟1217案有高度的一个重叠 所以这部分也非常的清楚跟单纯 那另外是1826案这个早上有说明过的 是1554案的这个母亲 那相关的一个足迹早上有说明过 那他现在异调起来 初步了解是因为他有万华的旅游史 他在5月12号的中午12点到1点45分左右 他跟亲人到万华的某家 韩式烤肉店去吃烤肉 那在同日的下午1点45分到2点半 他是有跟这个朋友去逛这个唐吉柯德的这个店 所以这个大概是1554案母亲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他是有万华的这个旅游史 那目前还在进行持续的疫调当中 那另外是有三案是在昨天非常晚的时候 还有一案是在今天的早上 那才做通报的 那是案1944 那案1944是今天早上通报 那新北民团大学学生的这个接触者 那是女性的大学生 那是5月15号由家长开车从桃园来接回来基隆 那去做相关的一个检查之后 这个确诊 那目前已经收治 那这个案子现在也在持续的疫调当中 因为这是今天早上才刚刚通报的 那此外是1945案跟1946案 那他们是有亲密关系的这个男女朋友 那这个也经过他们自述 是跟万华茶艺店的群聚也有关 所以也目前在疫调当中 因应疫情升温 牛昌也宣布新的防疫措施 包括娃娃机店比照桃园市做法 停业到6月8号 道轮沙滩 海线游泳池 和平岛公园 及秦乐湖公园等风景区 也同样封闭到6月8号 娃娃机大家也很关心 那我们将会比照桃园 这个娃娃机 金融市的娃娃机 我们会停业到6月8号 我们金融市的相关的这个景点 现在一切以防疫为优先 所以我们刚刚经过讨论 包括道轮沙滩 和平岛公园 以及这个海心游泳池 还有包括我们的情人湖的这个景点 我们会关闭到6月8号 牛昌也呼吁停课的高山生 及国山生应该待在家里 不要随意外出 他也已经要求各校教官 及校外会编组 针对学生经常聚集的地点 加强巡视降低群聚风险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